高庭的马厩中,克里奥帕特拉一个龙霸占了大半的位置。 两位马官小心翼翼地将肉食送到他面前,然后又立刻跑开。 龙燕在他们身后喷涌而出,瞬间将鹿腿烤熟。 白龙正要大快躲移,就见到山姆威尔出现在门口,兴奋地铺上了一下皮翼,发出嘶鸣。 凯撒大人,马官连忙行礼。 山姆威尔朝他们点头致意,然后走上前去拍了拍白龙的额头。 这时他才注意到,在场的除了马官还有一个颇为奇怪的家伙。 此人身形矮胖且魁梧,脖子上戴着学士项链,表明着他的身份,但他实在不像个学士,倒像是个马头恶棍, 表情凶悍像是随时准备拧下别人的脑袋。 而且他没有穿学士长袍,而是穿着一件皮革上衣,被浑圆的九肚子绷得紧紧的。 你是提利尔家族的学士? 山姆威尔看着这个古怪的家伙一直盯着自己的白龙看,心里有些不舒服。 不,那人摇头,目光却还是盯着白龙,很想凑近一些,但看起来应该吃过别,只敢保持着两三步的距离。 我是跟随海塔尔伯爵前来参加婚宴的宾客。 是吗?那我之前在宴会上怎么没看见你? 我不太引人注目。 山姆威尔轻哼一声,上前挡在了白龙跟前,阻断了那人窥探的目光。 我看你是冲着我的白龙来的吧? 那人这才看向山姆威尔,笑了笑,露出被酸液草染成斑驳红色的牙齿。 凯撒大人,认识一下,我是学成的马尔温博士。 山姆威尔这才注意到了对方的博士指环,他也知道,博士是学成的核心成员,只有当一位学士在某个领域取得杰出成就, 才会被授予博士头衔。 马尔温博士,我的龙可不是你的研究对象,请保持克制,不然,我可不敢保证他不会将你烧成焦炭。 马尔温博士退后一步,耸耸肩。 凯撒大人,请您相信,我没有恶意。 相比于学成那些企图构建一个没有巫术、预言和巨龙的世界的家伙们, 我对魔法的态度可要友善得多。 这话山姆威尔是信的,他听说过魔法师马尔温的大名。 也知道原著中,此人确实打算辅佐拥有巨龙的丹尼利斯,坦格利安。 学成为什么如此厌恶魔法? 山姆威尔趁机问道, 人总是本能地厌恶自己无法掌握的东西。 马尔温博士道,学成的兴起伴随的是巫师或术士们的衰落, 要知道在魔潮高涨之时, 领主们更愿意听从那些掌握魔法的巫师术士们的建议, 而不是学士。 那么你呢? 作为学成的一员, 你为什么对魔法、对巨龙这么感兴趣? 我的好奇心比较旺盛, 而痊愈心又没那么重。 马尔温博士耸耸肩, 所以,哪怕明知魔法会导致学成的衰落, 我也无所谓。 我只想搞清他们的奥秘。 那你搞清楚了吗? 魔法的奥秘, 还有魔朝起伏的缘由。 还没有。 所以我才想借您的龙研究一下。 马尔温博士搓搓手, 像个贪婪的狐狸, 我只要他的一点点血肉, 一点点绝不会影响到他的健康, 我保证。 山姆威尔坚定地摇头, 抱歉, 我不会允许别人研究我的龙。 凯撒大人, 你难道就没有求之欲? 马尔温博士不死心地说道, 你难道不想知道龙这种神奇的生物到底是怎么回事? 它们恐怕是这个世界上最接近神灵的生物, 通过它们, 或许我们能够一窥神灵的秘密。 听到这里, 山姆威尔神色微动, 便试探着道, 凡人怎么可能窥探神灵的秘密? 为什么不能? 我一直坚信, 神灵也是可以被理解的, 只要我们掌握足够多的知识。 我不相信, 山姆威尔故意击他, 神灵的微能凡人怎么可能理解? 他们甚至能让死人复活? 没什么不能理解的, 其实我还真研究过复活术。 哦, 山姆威尔心中一动, 那你让我这个凡人理解一下复活术的奥秘。 马尔温博士指了指白龙, 您总得支付点报酬吧? 那要看你所谓的奥秘值不值得。 马尔温博士哈哈一笑, 行。 他从衣兜里掏出几片酸叶草色入口中嚼着, 接着道, 凯撒大人, 您觉得神灵是什么? 山姆威尔挑了挑眉, 可能是某种更高层次的生命。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, 马尔温博士点头道, 而且我还认为, 他们更像是一群被囚禁的更高层次生命。 囚禁? 是的, 囚禁, 囚禁在魔法潮汐中, 就像鱼儿被囚禁在海湖里。 马尔温博士嚼着酸叶草, 红色的枝叶溢出嘴角, 这个世界有如此多的神灵, 七神, 红神, 燕神, 旧神, 我们听过关于他们的传说, 也见过自称他们使徒的人, 当然也少不了零零散散的神迹, 但却从未有人真正见过神灵, 真正的神灵。 而且, 每当魔潮退去, 关于神灵的一切也随之而去, 信徒不会再见到神迹, 魔法师失去了魔力, 巫师们的手段也跟戏法杂耍无异。 直到魔潮重新到来, 神灵的影响才重新出现。 魔法巫术, 预言之类的玩意儿, 也跟着回到了这个世界。 所以, 我认为, 这些神灵其实受了魔潮的极大限制, 并非如很多信徒所宣扬的那般无所不能。 甚至称他们为一群被囚禁在魔潮中的囚徒, 也没什么问题。 山姆·威尔看着这个将如此亵渎之言用, 如此风轻云淡的语气说出来的博士, 心中的好奇越发强烈。 这跟你说的复活术有什么联系? 我只是想告诉您, 神灵没有我们所想的那样可怕, 它们是可以被理解的, 复活术也是一样, 只要我们掌握了足够的知识。 马尔温博士顿了一下, 问道, 凯撒大人, 您了解燕神信仰吗? 了解一些。 那您应该知道受烟仪式吧? 知道。 山姆·威尔神色微动, 有点明白了对方的思路。 烟神的牧师们宣称被烟死的铁民是被烟神的神力复活。 马尔温博士黑黑一笑, 但我曾对几名死刑犯试过这个受烟仪式。 我不是烟神的牧师, 死刑犯们也不是烟神的信徒, 但我却依然成功让他们, 当然确实失败了几个, 复活了。 山姆·威尔当然知道, 所谓的受烟仪式其实就是将人烟死, 然后用原始而粗糙的心肺复苏技术救活。 全游世界医学还不够发达, 不懂这其中的奥秘, 愚昧的铁民们才会将这种复活术视为神迹。 但山姆·威尔当然不会被这种把戏欺骗。 所以,所谓试者不死的复活术, 其实是可以理解, 甚至可以掌握的。 就是心肺复苏技术吗? 那么以此类推, 其他的复活术呢? 会不会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心肺复苏? 他之所以无法理解, 只是因为知识不够。 马尔温博士道, 凯撒大人, 如果您不相信, 可以找几名死刑犯来, 我当场给您展示一下阉神的复活术。 我相信你。 山姆·威尔内心颇不平静。 马尔温博士的话给他打开了一个思路, 笼罩在复活树上的神秘面纱瞬间已经被揭开了大半。 对于其他的复活术呢? 山姆·威尔又问道, 你了解多少? 比如红神, 也就是光之王的复活术。 光之王拉赫洛呀! 马尔温博士陷入了回忆, 我曾游历过狭海对岸的鄂索斯大陆, 在那里见过一位被红袍僧复活的年轻人。 我没有见到复活的场景, 所以不了解其中的奥秘。 不过, 我却知道, 那位被复活的年轻人, 从此成了光之王的狂热信徒, 每天不是礼拜拉赫洛, 就是传播光之王的福音。 与其说是个人, 倒不如说是光之王的傀儡。 山姆威尔想到弟弟狄肯的情况, 脸色烧尘, 问道, 您知道有没有办法让被复活的人摆脱这种状态? 马尔温博士深深看了山姆威尔一眼, 点头道, 或许有。